林青霞的电影我们看多了 但这部1983版的鼠山中 他才是最惊艳的 凭借一身别样的造型和他那20多岁的容颜 说他是仙女下凡一点都不为过 这部80年代初的经典奇幻动作片 导演是人称徐老怪的徐克 片中大拍云集 有红金宝 元彪 郑少秋 刘松仁 还有两个至今人是单身的孟海和李塞凤 作为林青霞的首部武侠作品 故事的开头竟然是五湖乱滑的战乱时期 阿锅是稀署的一个小兵 但他有两个职位一样的领导 因为走水路和陆路的问题 两位领导产生了分歧 一时间阿锅不知该听命于谁 最后两位领导黑白部分决定干掉阿锅 无奈阿锅奋起反抗 前向马皮就要溜之大吉 哪知两位领导带着兵马就是一路宽追 拖醒的阿锅跳下了一艘小船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东鼠的盘子兵 两人比划的时候 船家好心站出来调解 而就在这时 船家被乱箭射进了水里 一看大事不妙 两人赶紧跳入了水中 不知过了多久 两人在河的下游也烘干了衣服 可谓不打不详时 原来阿锅跟盘子兵是隔壁村的老乡 两人在树林寒暄的时候 不巧又碰上了敌兵 敌兵不止一波 随后就变成了一场混战 他俩假装比划 边打边退准备趁机溜走 可盘子兵无意中干掉了一个绿色衣服的首领 绿色小兵准备上来报仇 黄色小兵却难度了他们 一看盘子兵穿着红色的衣服 于是他们都把目标转向了盘子兵 迫于无奈 阿锅拉着盘子兵躺在地上准备瞒天过海 拿着一边有人早就用了这个办法 无奈他俩只好一刀一个 然后拔腿就跑 这一跑两人就来到了悬崖的边上 一个不小心 阿锅就被盘子兵给推下了三崖 幸好有主角光环的加持 阿锅才得以平安落地 在崖底 阿锅发现了一座古庙 生火取暖 阿锅还将盘子兵的葫芦给倒了个底朝天 突然阿锅听见了异响 他赶紧站了起来 一群妖怪飞来飞去 阿锅被吓了一跳 发现这里又来了一个高人 宝剑追着妖怪几下就收拾了干净 阿锅拦下高人一看 原来是南海门派的楚留香大侠 突然几只血压又冒了出来 一看阿锅就要惨遭毒手 楚留香赶紧亮出了宝剑 也就在这时 两个昆仑派的和尚也来到了这里 掌门是松哥 他的徒弟叫孟海 人在这里相聚 都是因为十年前的一个约定 约定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对付魔教 当然这不关阿锅的事情 不过松哥的性质有点高傲 他不想和楚留香合作 进到古庙里面 于是他俩就个打个的 魔教的护法一看 他俩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于是就口出了款言 我魔教教规 替听行动者 杀 手镇避邪者 杀 不度重生者 杀 你我魔教者 杀 既然魔教这么嚣张 楚留香和松哥也只好送他们一层 几番较量之后 魔教的人士全都领了泡面 但是血魔却突然冒了出来 而且他还吸走了楚留香和松哥的武器 松哥想要拿回自己的铜锣 不料他却中了血魔的轨迹 趁这机会 楚留香也收回了自己的宝剑 他还带着大家躲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知道松哥中了血魔的剧毒 楚留香就准备要替他疗伤 阿锅在放风的时候 不料看到了血魔的身影 好在这时又出现了高人 阿锅才躲过了一劫 这个高人就是额眉派的开山脑主长眉 面对邪恶的血魔 长眉的脾气也是相当的暴躁 他让阿锅拎起了两块板砖 难道两块板砖就能拍死血魔不成 这当然不行 想要除魔还得借用长眉的法宝 可是他的浩天镜 只能降助血魔7856-7天 要想彻底干掉血魔 就得依靠紫琴双剑的威力 遗憾的是 18年前你一起已经将他们带去了 天刀锋的天外天洞内洞 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落到了阿锅的身上 于是阿锅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楚留香几人 去天刀锋之前 楚留香决定要先上一趟姚池仙宝 因为只有这里的宝主 才能治好松哥身上的剧毒 不巧的是 仙宝的大师姐却拦住了他们 姚池仙宝中有一个非常奇葩的规定 只有在每月燃烧一次的冰宴熄灭之前 见到宝主 这样宝主才会犀利一副的救治病人 现在冰宴即将熄灭 但宝主仍未现身 为了救醒松哥 楚留香不惜用自己的元气来蓄然冰宴 或许就是他的侠干一挡感动了宝主 石门大开 宝主从里面飘了出来 可阿锅却把他荡成了妖履 结果两方人马就产生了误会 一番打斗之后 楚留香也被冰住了双手 好不容易见到了宝主 这下宝主又回去了石屋 刚才的意外也让阿锅身负了重伤 为了救醒阿锅 楚留香决定打开他的任督二脉 就这样 阿锅也得到了楚留香的一些功力 然而松哥却突然发作 他变成了一个妖魔 幸好宝主及时出现 用他的神功才降服了松哥 不过误会依旧没有解除 阿锅和孟海都变成了冰人 其实宝主并没有恶意 他还主动要救醒松哥 随后他们就来到了密室 宝主施展的魔法 这里的林青霞 仿佛就是一个仙女下凡 阿锅和孟海解冻之后冷 这个女人太仙了 她也正是林青霞 在1983年 在新蜀山剑侠中的宝主形象 即使现在再来看 也依然觉得好美 这是香港早期拍摄的一部 玄幻武侠大片 片中知名演员云吉 采用当时独特的玄幻色彩 才造就了这份独有的经典 就让我们来回味一下吧 故事发生在战乱频发的 五湖乱华末期 我们的主人公小迪 在西蜀兵做探子 一行人追击黄骑败兵 而据小迪所说 黄骑兵已经到了三丈级 金统领说道 小迪又给银统领报道 银统领说 要走陆路 金统领嫌陆路曲折 且危险的 银统领嫌水路 时间慢 于是他们问小迪 两个统领黑白不分 于是随即一行人 就朝着小迪打了过去 所幸小迪在一旁的山上 发现了船只 于是他立马上船 让船家送他过江 两人都在不同兵中 自然满腔怒火 船家在中间劝进 却不慎被案件 射中落入水中 两人危急关头 一同跳入水中逃命 上了岸后 两人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聊起了两人的家乡 这一听 两人竟然还是老乡 而在此时 一户黄骑兵冲了过来 随即又是绿骑兵和红骑兵 两人也在中间打了起来 更是边打边揍 眼看越打越厉害 两人索性直接装死 可一看 旁边的两人也在装死 于是两人一刀一个 赶忙逃命 眼前竟是到了悬崖 胖子兵不慎 竟把小狄推下了悬崖 索性由主角光环加持 小狄被树枝缠上 到了山地 而在这里 他也发现竟有一处山洞 天上打起了雷 小狄也赶忙进入山洞多余 洞中是同龄法器 以及巨大的雕像 小狄生了火堆 喝上酒 而此时 小狄前去查看 自己的身后竟出现一只飞鬼 飞鬼来回传缩 不停袭击小狄 正当小狄被困之时 洞外一人竟瞬间消灭了飞鬼 此人是南海派剑客丁义 救完人后便很快消失 小狄便开始四处寻找 却不慎踏入了一所魔窟 也被丁义再次相救 而在这时满天的血压飞过 这人正是丁尹的师弟小儒 两人天生就不喝 于是两人各自前举 对付魔王 几人到了魔窟 魔教护法很快出现 魔教看到两人不喝 更是越发猖獗 我魔教教规 批评行道者 杀 守阵避邪者 杀 不渡众身者 杀 逆我魔教者 杀 众人随即开战 一根火柱飞来 小狼直接一发 将火柱插入魔主 没用 魔主欲动雷电之力 众人终于不敌 于是赶忙逃出魔窟 逃出后的众人 又是大吵一架 然后兵分两路 留下小狄独自一人 小狄一战大骂 几人也突然全破回来 据称 他们的武器被吸住了 眼前是一道血河 眼前是恐怖的血河 丁尹召唤万剑出窍 前去应对血河 而小狼也敌不过 强大的血河 败下阵来 丁尹也赶忙趁机 收回宝剑 几人又赶忙逃出 此时的小狼受了重伤 丁尹运动工法 来化解血河的血度 小狄则在门口来放哨 小狄也再次看到了血河 血河披着床单过来 吓得小狄 赶紧逃命 眼看跑不动 于是小狄扔了块石头 打血河 居然还真有用 石头划成一个老者 老者也追着血河而去 老人是峨眉老祖长眉 而此时的小狼 中毒已深 这些所谓正道人士 根基未深 所以让我血河乘虚而入 这个和尚中了我的血河毒 在十天之内 他就会血毒攻心 走火入魔 到那个时候 就会成为我血河的替身 眼看血河如此嚣张 长眉救回小狼 又用法器浩天镜 暂时镇压血河 更是说道 导音